二位牛尊玉师兄 请问是 邓教一心讲空 原教一心讲帝王无尽 不讲空吗 我们知道原教一心 他是包容了邓教一心 邓教一心讲空是讲 山河大地世间的一切现象 都是不存在的 菩提本无树明镜一飞坛 都是不存在的 都是清静的一心 所以说原教一心 是讲是在顿教一心的基础之上 如果你还植入山河大地时有的话 那你不可能正入原教一心 一定要觉得山河大地都是心中之物 都是清静心中之物 然后把它清静 你把世俗那种植作清静 然后顿教一心反过来 就反价次好 顿教一心这个现眼看到的一个山河大地 和这个原教一心看的山河大地是不同的 原教一心看到的山河大地 就是心的本身的显现 顿教一心那个山河大地是我们的众生的执着 是我们要空调的 所以说顿教一心呢 应该是包含在原教一心里面 如果你要直接进入顿教一心呢 无所谓空不空啊 你比如说我这个杯子和我的拳头都能融合到一起 那你说还存不存在空不空的问题呢 这已经圆融了 圆融比空厉害啊 它本身又空 如果不空的话 我的手和杯子怎么能合到一起呢 杯子又是手又是杯子呢 所以说它超越了空啊 圆融的本身是超越了空 比如说你这杯子如果不空的话 你倒不进去水 所以要空 但是这里呢 它不仅杯子能倒进水 水都能倒进杯子里 杯子都可以倒进水里 他就讲的 它这个空就 你就圆融的不能再空了 就相互摄入啊 我既是你 你既是我了啊 可以说的空到满了 空到满了 就是空到什么程度 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来 在这里什么东西都拿出 像我去如意猪 你需要什么猪子 你就能拿出来 就能拿出来 它一定是满的 也是空的 不空的话 怎么能有 不有怎么能空呢 圆教一心呢 讲地网无尽啊 讲的更加的一种 所谓的空有一体吧 可以说 还不能叫空有一体啊 就讲的就是圆融 就是圆 还有我们观送集 包含华言境界 那么怎么能体现华言境界 怎么体现法华境界 法华境界 就观送集里啊 体现的华言 我们的华言境界 就是地网无尽观嘛 地网无尽观 地网无尽观的时候 让你观想啊 所有的佛遣都由你在经理 这不就是法华的这个 一小扣手继承佛道吗 所以说啊 当你们行地网无尽的 礼境观 地网无尽的忏悔门的时候 这就体会了这个法华境界了啊 所以说这个华言境界啊 是通过地网 我们修的地网观 是结合在一起的啊 因此大家 你看那地网无尽观的功德是非常大的 是用华言的最高境界的 但是都包含了法华 这法华是让你认识到之后 让你更多去红法的啊 如果你能那个更多的给别人介绍 这个观众集去传准理法 那就是法华境界 法华最后高老师讲法华经呢 要听了 法华会最后导向你要传法的 你要度人的 这就叫法华境界 法华境界不只是让你在那观修的 法华的这个境界 更多会导向你去红法 所以说法华更相当于是教啊 华言更像是宗啊 法华更是教啊 所以说教派体制法华建设的是最好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 一位陈有无数佛 这就是华言经界啊 每个佛前都有我们的顶礼 这就是法华经界 好 咱高老师开始 那还有一位是送举手了 高老师您好 首先随喜赞叹 高老师今日的讲法功德 我就是那会儿 可能有一定开小猜 就是没有懂那个本体 是不是就是一针五障碍大法界心呢 对 那个本体就是指的一针五障碍大法界心 这本体 在这里所说的本体啊 就是一种哲学的说法 实际上就是这里讲了说 佛的智慧本体 所说佛性 自信清静心 一心 法界 觉性 啊 还有说说 这个我们用的这些概念 它都是一个意思啊 都是一个意思啊 是从那个哲学的角度来说的吗 对对对 嗯 哦 在我们这里都是一个意思 都是我们所说那个要修那个真心 要认识的那个披露法界 清静自信啊 都是指一个意思 嗯 嗯 好的 知道了 嗯 咱老师 嗯 这个在那个别的理论体系啊 它是有区别的 但在华言那个体系里啊 它是没有区别的 大家要知道 这个范畴 哦 好的 华言经或者华言宗那个角度 这些概念是没区别的啊 所以说你看我们在读观众集的时候啊 在读观众集的时候啊 他一会儿说说啊 我们清静 嗯 清静自信啊 一会儿叫披露法界身心等齐 一会儿叫大法界心 一会儿叫一针无障碍大法界啊 这都是一个意思啊 不了自信 修法 这个自信就不是我们的原念的自信 而是就就是觉得法界一心啊 都是在这里是一个意思 嗯 好的 知道了 嗯 改恩老师 啊 对你的提问 没有的话 就没有问题啊 或者大家不发言的话 那我就继续往下讲啊 嗯 好啊 我们城上请下了 大家都知道什么是法界一心了 我们那个真心是怎么回事了 随起大家功德啊 都得到法界一心了 我们又开始修行了啊 误心之后要修普贤心 再再查一句啊 原来说啊 实际上也讲不了多少那种啊 前面你看还有这个 能眼睛啊 很多精彩的内容 那就都留给我们讲 今年也准备讲能眼睛啊 讲能眼睛说再讲 我们就展示一个月过去吧 我就我也特别喜欢能眼睛啊 能眼睛也特别好 我们还是往下讲啊 后修普贤心寒 悟心之后要修普贤心寒 普贤心寒 悟心之后要修普贤心寒 这里 哎呀 为什么说普贤心寒 华言经啊 真正代表 诸行圆满的 我们上次讲就是普贤菩萨 所以说华言经啊 一佛二菩萨 披露 披露法界 披露遮那佛 这边是 普贤菩萨 这边是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是因 普贤菩萨 是果 后来大家更重视修行了 就普贤菩萨为因 普贤菩萨为果 就是你普贤圆满的修行 他呢 就是华言经界的 这个 说为什么 会以普贤行为主 普贤行为主 普贤行为主 普贤圆为什么重要 上次我们理论讲了 高老师说 还想出一个文章呢 我这里就不讲了 大家知道 提到普贤菩萨 大部分这跟华言经界有关系 既得了物 无障碍法心 于自奔心 于中本具 实华藏世界 微臣相 地网无尽 神通功德 与诸佛 与十方诸佛 更无差别 在这儿就是这样 我们每个人 都具备这样的 无障碍法界 无障碍法界 就是我们的本心 所以说 华藏世界的 所有的 向好庄言 地网无尽 神通功德 与诸佛 无有差别 我们要认识到 我们本自的本心 这个本心是指哪 就是法界一心 这是首先肯定 肯定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 就是我们本来面目 我们本来面目 就是我们的真心 我们真心 就是地网之心 就是法界真心 就包含了所有的 华藏世界的 所有的向好 所有的诸佛的神通功德 这里也想 不用一地到十地 一点点正 直接成就 这是同时俱读的 同时俱读的 乃无始 举止 忘情 习以成性 最难 顿尽 这是我们那些习气 执着 很难 太习惯做梦了 这个梦中 苦乐 让缠扶着我们 很难 一下就醒过来 你就没法睁眼 你睁眼 就看了到了成果了 你现在就不睁眼 就在那梦着自己是一子 所以令自家神通功用 不能尽得自在受用 那怎么办呢 顾虚称自家辟读法界 修本有普贤心 就不是外带的 就是自修 修的是自行的 源自于内 也不是外 你看这个内外 好多人学习 哎呀 你像内求 像外求 他那个内外是指啥 你这个身体以外 原念以外 那是小身心 那怎么是内外 什么是向外求 什么向内求 你看你学到这 你认为一切都是在你心里 都是你真心的体现 这就是内求 你认为心外还有法 那就是外求 心外无法 这心都包括一切 怎么心 心外还有法 怎么心还有内外 那就是心外求法 所以说 你别听有些人胡说八道 什么 你得自己修 你不能跟你师父学 那么心外求法呢 他的心是原念之心 就我们这里批判的 原念之心 就是小身体 那在这里的身心 是指自家披露法界 为身 本有普贤行 为行 一真法界为心 那么这是一个大的 心外无法 所有的法都是心的显现 因为你不认识不到这一点 你无尽功用 极得现前 修本有普贤行海 物自家披露法界 你无尽功用 极得现前 华言精云 修此法者 少做功利 极得菩提 那么这是 对上面 又另一个方法 另一个层次 来解释 就修的自家 披露法界 修本有普贤行海 本有普贤行海 所以说 在这里 就是说的普贤行海 普贤行海 指的是什么 就是无阵 就是帝王 无尽管和普贤行远品 如果普贤行远品 是实行 帝王无尽管 是官修 他都是普贤行 所以说 华言精最后落实 是修普贤行远品 普贤铺的行远品 所以说 研究到一定阶段 发现普贤行远品没有 单独去到外边 大家这些精识 把普贤行远品找到 单独了普贤行远品 是因为他非常重要 在藏教中所说行门 皆是华言普贤之行 但应全浅根以流出言 我们说 一修一切修 一个门就是所有的门 但是因为全浅不一样 所以说他分出不同的 这个官修法门 这官修法门就是 诸法如梦幻观 真如绝相观 视力外观 地网无尽观和无障碍 从某个角度来讲 这几个官我们下次再讲 这里稍微点一下 地网无尽观是最为核心的 圆满的 这无障碍法界观 其实是地网无尽观的一个果 而前三观是全界的观 就是你有什么问题 你太值得为什么 有什么问题 就前三观来解决 解决完了之后 那要修地网无尽观 和无障碍法界观 那这几个官门 都是杜顺法师的 法界观门的具体化 那么在下一讲中 我们为了能把这五门观想 让大家知道他的道大师 这个礼录的来龙去脉 我们还解合一下 这个解合一下 这个杜顺和尚 就是所说法顺法师 出祖的观修方法 以及成观对这个 出祖观修方法的 这种完善 然后我们再讲 看看我们新耀中 道大师 他这个我们这个 官法体系下的 他的不同点是什么 所以下一讲讲师修了 下一天讲师修了 我尽量下一讲 边给大家讲 边带着大家修一修 也体验体验 好不好 那下面可能一半师修 一半修法 一半讲 那好 那今天我们 讲的内容就到这 因为留了很大时间 给大家这个回向 给大家那个互动提问 所以说就是我们就今天就 先讲到这儿吧 我们一起来做个回向 愿以此功德 回向准题法 现前即当来 辩阳十方界 一切众生文 得无尽利益 善愿结成就 往生佛净土 究竟成佛道 公哲利主力准题 愿准题法网络佛学院 顺利发展 广度有缘 做好 我们人 公哲利主力准题 愿今天参加 课程的所有的老师 学员 以及以后听到的有缘 都能够得到佛母的加持 护法的加持 身体健康 业障消除 复制双灯 修行进步 谢谢大家功德